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看休旅車 而且我們要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我們來看 豪華品牌的休旅車 在這個缺晶片的moment 大家都在拚什麼比什麼 第二部分今天我們來看看 價格相對平價一點點 親民一點點的休旅車 其實有些配備還給的挺殺的 好 話不多說 今天直接來到現場第一台車 我就直接打開引擎蓋了 要有請跟他一樣 身為小蘭的我的好朋友蘭妮克 我們來看看這一台車 猜一猜是哪一台 ロゴ你已經看到了對不對 來你看你看 茲烈四缸 僅僅只有272匹的馬力 電管不快的one man one engine 因為要講豪華品牌 我只好化身你最討厭的那一種 計較鬼 沒有 你就膚淺鬼啊 有的你只要一打開引擎蓋 沒有看到one man one engine 沒有看到AMG三個字 好 蓋起來 怎麼會這樣啦 完蛋喔 待會人 那其實我前面至少看到Carbon 有Carbon5的感覺也是好料對不對 為什麼一開始要裝這一種 愛計較的人啊 那不是裝的 這絕對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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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為什麼要這麼負錢啊 就是因為我要讓 這個專門毒蛇的蘭妮克 好好來批判一下我 像我們家那有一台小蘭 它是GLC43 是我心中覺得相對非常均衡的一台車 因為主人非常會挑 但是這一台呢 坦白講 GLE 因為我跟蘭妮克一年多前試的是53 拜託435匹的馬力 今天這台呢是300匹 多多少少就會覺得 好像差了一點點 所以我一定要假裝 假裝我膚淺了 一點都不假裝 我一看就是覺得 你就是從幾百匹變 兩百多匹這樣子 兩百七十二匹而已啦 對 兩百七十二匹在一般車子裡面 已經很夠用了 沒有沒有沒有 你竟然還覺得 三百七十二匹不夠用 沒有我要站在葉明德那一種 用車的那種角度上來想 就會覺得稍微少一點點 但是儘管如此 不管我還是恢復公允的 我 尼克 因為之前我們試的是 GLE53 而且是Coupe 今天這個也是GLE的Coupe 但是它是300D 我先講 因為它有選的AMG Line 帥度其實一點都不輸 我們當時的那一台53 而且啊 我對於GLE前面這一個 小朋友吃的大小的PIZZA的這一個LOGO 我覺得挺讚賞的 因為至少出來 氣勢就不輸人 各位觀眾拚拚禮 是不是一個很膚淺的人 看到賓士的LOGO 這樣貼上去 沒有肚子餓 肚子餓了 又想吃東西了 那有個棒棒塔好不好 有這種感覺 但是我覺得一出場 它的氣勢是不輸人 然後呢它的下巴這樣 怎麼這麼看 很大半耶 對主要是它整個造型 因為選了AMG Line之後 所以說整個視覺上面的話 是更運動化一點 那當然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如果不想要那麼運動化 想要斯文一點的這種感覺 因為畢竟你今天是GLE 你今天不是53了 對 53的話 AMG一定是絕對的運動化 對 那你今天我們今天是300D 那300D的話 就是更實用性更高一點 那可能有些還是覺得 我想要這樣的外型 那我不需要53的動力 那這樣就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喔是喔 所以以蘭尼克的角度 編輯的角度 她心裡會認為說 這樣是比較實用喔 我就來看看 實用可不可以滿足膚淺的太太 你們家的太太如果是喜歡看外表 萬道協會的話 我來看看閃閃動人的電眼燈 因為那個眼線已經勾勒出來了 對 那裡面太多不好看 我們女生畫眼頭 這個眼頭這地方裡面還有格子耶 還不錯看齁 你知道什麼叫眼線 那是什麼 就是化妝的線條 我覺得她的眼睛從她 你看眉骨這裡 再到眼線 內眼線 下眼線 眼頭 都有點綴喔 不過我知道有人如果在我車上畫眼線的話 我一定要來 加速 加速這樣畫到旁邊去 對 但是我覺得她眼神是好看 是銳利的 然後線條不用講了 因為賓士最會擅長 就是營造出一個氣勢的一些線條 所以包括這個引擎蓋上面的這個線條 摺線 我覺得很好看 車側 然後我非常機賞就是這裡了 上下車有沒有 來 總裁請上車 總裁不是你嗎 對 我總是要演一下 裝一下 這裡就可以腳踏板可以踩 而且它有點防刮的概念 對 因為它的車高 畢竟稍微高了一點 所以說我這個腳踏板 上車的時候會比較優雅一點 怎樣 是嫌我腿短 其實我一跨就上去了 可以講 來 尺拿出來 但是基本上有這個呢 上下車是方便的 這個地方就不得不打 這個總編輯小藍的臉了 你告訴我說這台車相對實用 你給我配個21吋的圈 是怎麼回事啊 這我要換輪胎的時候 我整個你知道 你怎麼知道 你買賣爐 我買是賣爐 對啊 你今天是買了賓士 而且你不是買GLC 今天這個是GLE 對我射見 所以GLE就是了不起 21吋的G 對啊 至少今天你不是 AMG的G53 對 輪胎有其他 這個只是輪胎 視覺上看起來 就是很漂亮 所以這不能打臉說 它不實用 還是實用的 因為它是GLE 視覺上的實用 也是一種實用 好 付錢歸 但是我有發現 它前面的是比較窄一點 好 275 後面315會寬一點點 那也是一個在駕馭上面 配重上的一個 就是它的一個配置 對 到時候上車試駕就知道 它到底是實用 還是膚淺 為什麼膚淺這樣 膚淺 上在臉上 好 那整體的配置呢 因為這個還是要線條 不然休旅太大台了 真的是呆板 所以鍍鉻還是要上來 所以它有一個選項 所以我們這次試的 就是Coupé的選項 就是它整個線條 會比較流線一點 流滑梯 那你如果要比較傳統 然後你想要空間夠的 這種SUV的話 那你就不要選Coupé 你要選標準的GLE 這樣就可以 Coupé真的要看 它屁股後面的造型 我覺得整體感覺 是覺得屁股是結實的 不會因為你長得很大雜 就顯得很龐大的屁股 所以我覺得外型呢 其實是不錯的 很多人可能會買單 我們就出去好好試駕 感受一下囉 總裁上車 我就不需要踩 你看我直接快要快看來的 上車出發囉 賞心悅目 12.3吋 12.3吋 一大片的 讓你賞心悅目 而且我覺得它顏色的 才度很高 看得很開心 所以它也可以自己調整 它燈光那些顏色 都可以自己調整 所以自己的氛圍 因為之前我們是GL153 你說我膚淺 我之前的Sport模式 在旁邊的旋鈕 就直接可以調 但我現在就是要 透過這樣子去點 對啊 螢幕上面才可以點 就沒有一個快捷鍵這樣 對 我們現在避震是Sport模式 不是要避震Sport模式嗎 這樣不是很大 真的是很大 其實也好 因為這輛AMG 已經有選AMG 而且它的輪胎 已經使用21吋了 對 所以說相對舒適性 會稍微降低一點 相對也提升在這個 操控性能的上面 對 而且它有氣壓懸吊 所以坐後面的人 也不會太害 雖然跟53比起來 我覺得它還是 差強人意 因為車真的怕比 但如果是跟一般入門的賓士比的話 它又優勝很多 換檔方式 轉向方式 你都可以做Sport的選擇 剛剛已經被我手鍵 全部切換成Sport了 好 這個仲賢先生 好 那只有ESP 現在是Comfort模式 我幫你 不要害我 不要害我 真的點嗎 可以 因為現在是慢慢開 市場都還好 我們現在在市區開 這個大車 你剛剛說實用 我們就真的在市區使用 第一件事情 我現在這裡看不到 你的位置可以看到 超大塊面的 抬頭顯示器 對 非常清楚 資訊很清楚 非常清楚 對 而且基本上 它的那個 那種尺寸大小 是for 有年紀的人 for you 所以說那個 那個尺寸大小 很輕鬆就可以看到 現在我這邊速限是50公里 不是說像之前的話 有些因為抬頭顯示器 尺寸比較小一點 所以說它就 比較小在那邊 到後來才有進化到 有顏色的區隔 對 那現在的話就是 這個尺寸 比前面那台車子 Toyota的logo 還大 還大 我這邊看到它比那個 還大 然後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時速表 那個也是整個 都比後面那 第三車子還大 對 大家都不知道 因為從駕駛座看出去 那個logo 是 這麼的大 這麼大 可是從它正前方看 真的比較大嗎 真的 哇 超級大了 對 因為剛好前面有黑車 所以說特別的清楚 好明顯 對 這個實用實用 這件事有加分 不錯 然後呢其實我覺得一些 日常生活要用到的切換 也是輕鬆切移的 電容式的方向盤 所以你要作動一些 跟車我們現在都市裡面 所以要上高速或快速道路 我們才能夠去啟動 所以它是簡單的 對 而且它就是在一個 你最方便的一個位置 這些都是有進口設計過 嗯 這個車架齁 在這個價位帶裡面 它給到比較好的配備 然後包括就是給滿 有一些選配 像是飾板 是可以做選配的 然後賓士的氣氛燈 本來就是玩得很兇了 所以也沒什麼好贅述 但是如果你看過很多車的氣氛燈 你會發現有些車 真的是要在很暗的地方 它隱約感覺出 它慢慢透出 用感情 用它所有的力量透出的那一點光 但是賓士的氣氛燈的妙了 你在大白天 你還是可以看到 它環繞在這個地方 藍色 好像你要調顏色 它是一個比較顯性的一個設計 因為有些氣氛燈 它就是不會讓你視覺上看到 但它連這氣氛燈的 拉著這個線條 再把它融入在這個 汽車內裝的一個設計裡面 這樣濃烈的情感 生怕你不知 隨時讓你知道 Remind you 什麼都能講 好啦 然後這個地方真的是有那種 做機艙的感覺 因為它是大塊面 然後這裡還做橫條紋的 跟你那邊的出風口可以相呼應 然後下面呢 這是幹嘛啦 戰鬥機是不是 出風口和出風口 四個排隊站好 因為賓士這幾年有個邏輯 就是它的不一樣的車款 或者是這個車格不一樣 它的出風口的設計就會不太一樣 那我們在GLE上面看到 是比較剛正方正的樣子 長方形的 旁邊是這一個有點霧銀色的 點綴著 然後中間這裡還是有一些摸起來 就是格裝的 畢竟你如果每一輛車都是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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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久的也會覺得 然後內裝也沒有什麼新的一個 比較新的一個設計 對 特別在中間這邊做一個不同的一個設計 所以家裡的小孩呢 可能是買NGCC比較小的車格 可是往上買 我跟爸爸媽媽還是有區隔的 就是越往上買 越往上越到頂 畢竟整輛車的尺寸跟這個 產品設定的定位上 就已經完全不一樣 而且現在我們 你看我前面已經是 我們常見的這種國產的SUV 但是我還是高人一等 我還是比較高了一些些 對啊 尺寸也比較寬了一些些 對對對 就是比較高快胖 對 如果說今天我開GLC 你一定不會有這種感覺 什麼意思 我做GLC我也很有這種感覺啊 我也是有高人一等 把他一直調高 你就高人一等啊對不對 然後話說 我們這上面大塊面的這一個 天窗啊 真的是大到有成衣 到你們後面 後面都覺得透光很好 有一大半嘛對不對 開闊度 就是看出去是很清楚的 對 就算它是Coupé 對 它是Coupé 可是你裡頭是你高海 它有做個凹耶 超過一顆捲頭 你看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賣得好 就是因為它是賓士 跟這些都沒關係 講那麼多 這個結論有點怪 對 但是Coupé的造型 就會讓你 就是在細節的地方 感覺到 坐到後座都是舒適的 然後呢 Burnmaster在這裡 Burnmaster也有 然後呢 這個家裡如果是 一家三口吧 或是三代同堂的話 所以有時候大哥開 或二哥開 或小妹開的話 我們有三個建議座椅 不只是在駕駛座 其實在右邊也有 所以大哥跟他老婆 然後小妹跟他老公 不用讓他搭配了 你可以有記憶三組 所以算是方便實用的 那它的調整也是 現在真的 它是一個賓士的傳統 就是一個座椅的造型 就是設計在門板上面 這個是賓士 應該到目前為止還是獨有 雖然我忘記它有沒有去申請專利 但是至少這一個從你80年代的車子 到現在的車子 都還是你要調整座椅 你如果說 像我們常常換車室 那你習慣性的從 座椅下面去找一下 就會 對 我在試賓士在門板上面 旁邊的人說 你是沒有塞過賣爐喔 有的時候就被這樣虧 是沒有這樣虧 對啊 有時候會這樣子 就遇到這些 但其實賓士的車子 都很習慣了 在上面去找到各種的 這個座椅的調整設定 就是一個椅型 那不管你是幾項的 那它就是 會一個椅型在那邊 那你就針對你不同的功能 它就不同的可以調整 我比較喜歡它這個 因為新的C-Class 它在調的時候 它是沒有不能推動的 那這個推動就比較直覺 就會覺得 我真的在做動一件事情 但其實基本上 C-Class 你在推 它雖然沒有被你推動 但是它也在抖 那你看現在已經開始右腳 開始使劍了 抽絮是不是 我們也不過才 我們現在才272P而已 對啊 這麼大一台 主要是因為柴油引擎 在市區裡面 真的是很順暢 對 就算它今天是一個 270P左右的一個動力輸出 其實對一般車來講 這已經相當的足夠 你看旁邊馬康都變小朋友了 對啊 好小馬康 怎麼會那麼小 就可以知道今天 其實今天我們這輛GLE 事實上它的體型是非常龐大 但是因為它是Coupe的外型 所以它整個就變得很流線 所以現在開起來就覺得 馬康怎麼也變那麼小台 對 就是車就怕比 放在一起就會馬上感覺出 兩個車的氣氛不一樣 沒有什麼 誰好誰不好 但是氣氛不一樣 然後上面這裡 它是故意那種鋪陳 還是要讓你那種豪華感 對 亮起來的時候那個 感覺就不一樣 喔不要亂按 這裡 等一下有彈射座椅喔 按一按你就彈出去囉 小心喔 再見 等一下按一下 這個好像家裡的那個水晶燈的感覺 有必要做這樣嗎 但是就是有一個質感喔 現在就是車廠在這個內裝的這個燈飾上面都有經過挑選設計啦 你看像Vovo連個牌檔桿 牌檔頭都要做的那個樣子 對 BMW要血清 BMW有BMW的特色喔 對 所以說各車廠事實上 從外觀玩完之後 內裝 除了你摸得到的地方 事實上連這種燈具 他們也都盡量去挑選 讓你連看起來都很有質感 就坐在車子裡面 像是豪宅裡面的感覺 那像BMW它連這個記憶的這個椅子啊 調整的 它是用水晶的 就買到那種集劇 你會覺得哇太浮誇了 可是這是一種享受 好我們現在要問問看 我們在後座兩位長輩 因為這種車要在長輩出去對不對 像我阿公跟我阿祖 兩個坐在後面 然後後面坐的感覺怎麼樣 因為很大很舒服 而且它椅墊很軟 椅墊是軟的 它大腿的支撐性也夠啊 後座大腿支撐性也一樣 那在這邊呢 它中間是平坦的 剛剛我坐中間 它其實也是很軟的 可以再坐一個很舒服 後方 後面的椅子它有挖這個 像西部空間可以放 就往椅子裡面挖進去 所以就是空間可以更大一些 空間是真的大 然後剛剛我們這後面三個壯丁 都是男生 然後坐中間的其實不會太慘 雖然它也是有個突出的國嶺 但是不是那一種非常高的一座山 它是個小山丘 小小的 它的竹嶺上面是可以踩在上面的 不像有的是很細 所以你沒辦法踩 它這個是你就算兩隻腳踩在上面是OK的 就是可能坐的比較中規中矩這樣 雙腳並弄坐在那國嶺上 不然我們不用跟旁邊打架 然後也是當然要有各自的獨立出風口 這都是很基本的 我現在看到你的速限它還是有在亮在閃 在儀表板上也看到50 然後在你的抬頭前置也有 也有 對 這一段的區域的速限是50公里 對 然後旁邊的車經過那個盲點偵測也是亮 這都很基本很基本 在賓士上面看到 而且你現在是比較高配了 一定到300D了 雖然沒有這AMG 但是這一切已經是靠攏了 我覺得都還蠻好的 因為其實到這個 買到這個等級的時候 事實上你各種主被動安全系統 基本上都已經是它的一個標準配備了 對 所以基本上 你買到這種 這個等級的車子的時候 知道你 不太需要 去煩惱什麼主被動安全系統 到底有沒有到位 它就是全部都給你的 對這個是邏輯上比較不一樣的 就是除非缺晶片可能會漏了一些 但那是我們無可控了 不可控 然後這個地方它還是有觸控的這個板 但是放上去這裡你會不會覺得很飢樂 你放上去你覺得OK嗎 這邊當然可以啊 還是這個撥到 因為你不覺得很硬碟嗎 這個是因為 有點像滑鼠墊 你在操作的時候 你手剛好跨在上面 所以說這個設計事實上是很重要 所以是實用的 當然實用 因為你如果沒有的話 手就會選空 它這個設計其實看起來沒有功能 但是它只讓你墊著 對它的重點是 所以說這個變成你要使用上的時候 你會覺得 有這個東西變得很貼心 但是你如果沒有用這個pad的話 你就會覺得這個東西 這一塊在幹嘛沒有用 對啊 因為我認識一個老司機 中古車達人 擦屍 他就覺得這一塊乾脆不掉好 很雞肋沒什麼用 很雞肋 他就不會享受啊 哎呀 對啊 做老闆的人跟做工人 欸 都差別了喔 對對 不一樣的概念 就是因為賓士太多的老闆 就剩下這些小的細節 看起來沒有用 但是當你用上的時候 非常貼心實用 然後又為了要讓它就是 整體性的設計 然後要符合整體性的設計 然後它又要有一個足夠的空間 你說太小的話 手放上去操作是不舒服的 所以說這個尺寸 事實上得都有經過考究的 然後這樣才能做出這樣的設計之後 你這樣使用 你要再用這塊PAT的時候就會很好用 對啊 你這樣滑 哎呦真的好直覺喔 直接就手邊掉滑 主要是你手不會懸空 你手懸空的話 你滑一滑你會覺得 喔不舒服 會累 對 那你除了這個走枕之外 那你這個是算是 手完整的 這可以算是手完整 所以說 這個也是重度上班族 重度上班族 重度使用滑鼠的人 他放上去 在跳啊 這個就這樣 就像在操作MAC一樣 沒什麼沒在用滑鼠的 哎呀 每下就用手算鈔票就好了 對啊 算鈔票就好了 沒有這滑鼠 就是這樣嘛 所以說 那本來他算鈔票就好了 對 每天忙著算鈔票這樣 嗨各位 跨車小營家們 看影片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留言 寫下你想看到的車款 並且把我們影片分享給所有 你喜歡車子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接收到我們的最新資訊喔 更多車款的開箱評比試駕通通都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 WinWin跨界大贏家吧